神龙元年,武则天已经八十多岁了,他已登基为第十五年,操纵唐朝政权达半世纪,他于当年真摘初一宣布大赦天下,并改年号为神龙,可他衰老的速度却没有因为这些减慢分毫,他生病了,而且病情相当严重。 后来,大臣张俭之等人借武则天患病之机发动政变,用力李显复位,使为中宗,恢复唐国号,遵其为则天大圣皇帝。 在众人的逼迫下,武则天只好极其不情愿地交出权利,武则天于26日从皇宫搬去上阳宫,由李战负责他的保卫工作,已是丰烛残年的武则天。 经过这一沉重打击,彻底崩溃了,公元705年冬,武则天病死在上阳宫仙居殿,享年82岁。 他的悄然去世,与他叱咤风云,轰轰烈烈的一生,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女皇的墓碑上空无一字,他一生地功过是非,全都交由后世评判。 武则天退位的时候,年老体衰,还卧病在床,所以他人生最后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, 但这并不妨碍他设计向推翻的人复仇。 690年,武则天登基称帝改唐维州,定读神读洛阳,以李诞为皇寺,赐名武伦, 至此武士正式取代李氏,成为天下主宰。 武则天称帝之后,在政治国理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 但在继承人问题上,他一直都在立子还是立直这件事上犹豫不决。 武则天起初比较倾向于立五成四或者五三四为太子, 但此二人才能平庸,品德也不是很好,让武则天不是很放心, 便开始考虑依然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, 但又不甘心将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交还给李家。 就在武则天犹豫不决的时候,他的宰相间好友狄仁杰对武则天说, 陛下立子,则千秋万岁后,佩世太妙,成绩无穷,立直。 则卫文直为天子,而复孤于妙者也。 狄仁杰的意思是,武则天要是立儿子为太子, 那以后就可以配享太妙,儿孙千秋万代都可以坐江山了, 但要是立直子为太子,历史上哪有皇帝让姑姑进自家太妙的呢? 狄仁杰眼光毒辣,一句话就戳到了武则天的痛处, 武则天因此不再打算立直子为太子。 后来,武则天多方征询了朝臣的意见,又广泛了解了民心, 得出了天下人多数还是支持李唐的结论, 他就更加担心武士后人无法坐稳皇位了, 于是下定决心立儿子为太子。 当时武则天活着的儿子有两个,分别是三字李贤和四字李诞。 唐高宗李治去世之后,唐忠宗李显继承皇位, 他任命为皇后的父亲为玄珍当世忠, 还说出了我以天下给为玄珍也无不可之类的混账话, 结果触怒了武则天。 武则天最担心的其实是为时外戚崛起, 对他造成威胁, 武则天便借机废除了仅仅当了五十五天皇帝的李显, 封他为庐陵王, 改立四字李诞为皇帝, 视为唐瑞宗。 李诞是个性格雷弱, 优柔寡断的草包, 所以他就是个傀儡皇帝。 大权其实掌握在武则天手上, 许多支持李氏的大臣为了铲除武则天, 于是纷纷发动叛乱, 这里面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公徐敬业的叛乱了, 还有以狼牙王李冲和岳王李珍为首的宗室叛乱, 但无一例外地被武则天残酷镇压。 为了稳固统治地位, 武则天开始大肆残杀李氏子孙, 韩王李元家, 鲁王李林奎, 霍王李元鬼, 继王李慎, 东莞郡公李荣, 常乐公主等等, 这些人要么被迫自杀, 要么被拉去世曹斩首, 要么莫名其妙地死在流放途中。 李唐宗室几乎就要被残杀殆尽了, 到690年的时候, 已经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武则天的统治地位了, 他便废除李诞, 自己登基上了皇帝。 武则天虽然名义上让李诞当皇太子, 但因为他比李显年纪小, 才能有十分平庸, 所以武则天更倾向于李显当皇太子。 在狄仁杰的建议下, 武则天将李显借了回来, 李诞又很时时务地主动让贤, 李显因此顺利登上太子之位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,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利于李氏的方向发展, 但随着武则天逐渐年老, 他也开始变得十分昏溃, 不但大兴土木, 建造宫殿, 还宠信张一芝和张昌宗兄弟, 让他们掌握了太大的权力。 武三司和武成司当然不甘心失去当皇帝的机会, 于是极力巴结二章, 甚至为他们执鞭牵马, 极尽谄媚。 二章的态度由此发生了极大变化, 他们开始支持利武士为四, 不断向上在病中的武则天吹枕边风, 还陷害支持李唐的宰相魏元忠等人, 使得天下回归李唐的形势, 有发生逆转的巨大威胁。 705年, 武则天病情加重, 开始卧床不起。 只有二章在身边伺候他, 支持李氏的大臣, 担心武则天传位给李显的态度发生变化, 便决定发动政变, 强行让李显继位。 宰相张简之, 崔玄伟与大臣静辉, 桓燕范和袁树己经过详细谋划, 还拉拢了禁军统领李多作, 以二章谋反的名义发动政变, 带兵杀入皇宫, 斩杀二章及其党羽, 然后包围了武则天居住的极仙殿。 武则天见大势已去,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, 于是下诏传位给李显, 并搬到洛阳西北侧的上阳宫居住。 据记载, 武则天在上阳宫养病。 虽然被李显尊为泽天大圣皇帝, 享受着如同太上皇待遇, 但其实行同囚禁, 他既无法出宫, 外人也无法入宫见他, 只有李显每隔十日去看望他一次, 但也只是行事而已, 仅仅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孝道罢了。 大臣卢怀善曾觐见李显说, 不要学习汉高祖刘邦将父亲刘太公放在宫外居住的例子, 还是将则天皇帝接回宫中奉养比较好, 这样才是真正的孝道, 但李显没有纳见。 事实上, 李显心中对武则天是有气的, 因为武则天夺取了李唐江山。 还将李氏子孙残杀殆尽, 李显和弟弟李诞虽然保住了一条命, 但也过了十几年提心吊胆的日子, 简直是苦不堪言, 所以他对武则天也就只能这样了。 因此, 那时候的武则天可以说是人走茶凉, 风光不在, 还享受不到天伦之乐。 据记载, 武则天晚年的时候依旧十分喜欢打扮自己, 擅自粉饰, 虽子孙在侧, 不绝其衰老, 这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说是极为难得的。 但武则天自从去上阳宫居住之后, 因为心中郁闷, 心情不佳, 就不再打扮自己了。 显得十分苍老和憔悴, 那时候武则天已经病得很重了, 他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 于是十分伤感。 但武则天毕竟是个逞强好胜的女人, 他不甘心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, 也不甘心看着发动政变推翻自己的张俭之等人享受荣华富贵, 于是决定抓紧时间做最后一件事。 有一次, 李显将要去看望武则天, 武则天故意不舒适打扮, 还将头发搞得十分凌乱, 结果李显看到他这副模样, 立马就给吓到了, 便问他为何如此憔悴。 武则天知道李显动了侧隐之心, 于是哭哭啼啼地说, 我听从狄仁杰等人的建议, 将你接回洛阳并立你为太子, 自然是要将皇位传给你的, 可是张俭之等武贼却贪求是功, 结果把我赶到这里来, 我才变成这副模样啊。 李显听完武则天这番话, 大为感动, 便跪地不起, 败些死罪, 武则天则让他起来, 母子二人因此重归于好。 事实上, 武则天说的这番话水平之高, 用意之深, 可以说是杀人不见血的。 那么, 武则天这番话究竟包含啥意思呢? 主要有以下几点。 第一, 武则天是在告诉李显, 自己肯定是要将皇位传给他的, 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武则天在之所以强调这件事, 是为了将自己决心还政于李氏的想法明确讲出来, 也表达了对李显的爱护和看重。 第二, 贪求是功四个字, 说得非常好。 武则天的意思是, 皇位迟早是李显的, 张俭之等武贼为了取得拥立之功, 竟然发动政变来提前夺取政权, 其居心何在? 武则天虽然没有明正要求李显处置这五个人, 但他却在李显心中埋下了一颗雷, 随时都会爆炸。 第三, 武则天利用亲情和政治对李显展开公式, 既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, 还可能保护武士子孙不被李显清算。 那么, 武则天的这番话究竟起到作用没有呢? 答案是肯定的。 自从那次对话之后, 李显对武则天明显孝顺多了, 时常去看望, 还加派人手照顾他, 他的病情因此缓解了不少, 这也是他为何在退位之后, 还能够多活十个多月的原因所在。 最后武则天的遗诏, 其实是他放的最后一个大招, 那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? 第一, 武则天去掉自己的地号, 既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与李治合葬, 也是为了再次向李氏子孙示好, 更是为了向李显展示自己把江山还给李氏的决心。 第二, 武则天赦免罪臣的家属, 也是在努力挽回自己乃至武士家族的声誉, 从而博取人们的宽恕和同情心。 第三, 武则天何尝不是在暗示李显, 自己已经努力在赎罪了, 那么陷害自己的张俭之等人该怎么办呢? 武则天这么做的效果却是很好, 他死之后, 李显不但大办了他的葬礼, 还下定决心重用武三司等武士族人, 并对张俭之等人进行打压。 在李显的纵容下, 武三司和为皇后对张俭之等人展开了全方位打压, 武三司还在上官玩的南宠崔氏和谋臣正音的建议下, 让李显封张俭之等武人为郡王, 以此名声暗将剥夺他们的宰相之职。 李显自然是很高兴的, 于是封张俭之等武人为郡王, 免具他们参政室的资格, 张俭之等人气得直跺脚, 但又无可奈何, 只得接受郡王爵位, 并远离朝堂在家中养老。 706年, 武三司和为皇后痛打落水狗, 在他们的建议下, 李显将武王全部贬出到外地任职, 不久之后。 张俭之在新州幽愤病死, 崔玄伟在岭南病死, 其余三人则被李显派人去杀死。 至此, 武则天的仇算是得报了。 我们可以发现, 武王之死虽然不是武则天亲自策划的, 但他对李显说的话, 以及他在临终前的所作所为, 都是在促使李显清算武王, 而且最后也确实实现了。 我们不得不佩服武则天的政治智慧, 也难怪他可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, 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性。 不过, 让武则天没想到的是, 自己死后竟然有很多人想向他学习。 先是为皇后, 为了成为第二个女皇, 跟女儿安乐公主一起弄死了李显, 后来,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因为受了她的影响, 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, 与李隆基展开了激烈的估值斗法。 武则天去世后不到十年, 他的后辈之人为了争夺皇权, 发动了无数政变, 最后搞得血流成河, 天下大乱,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。 因此, 我们在赞扬武则天功绩的同时, 也不得不承认, 他确实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